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谈所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了最介绍的是一部丧尸被治愈重返社会的科幻片 第三波,爱尔兰在丧尸病毒肆虐的几年后 科学家成功研发了可以治愈丧尸的解药 能够让他们变回正常人 但是治愈率只有75% 剩下的人因为体内有抗体,无法治愈 科学家也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坚持研发新型解药 而治愈者们在恢复正常后,仍然会保留自己身为丧尸时的记忆 也就是说,他们会记得自己吃人的画面 斯安就是第三波被治愈的丧尸 他和自己的好朋友康纳一同回归正常社会 但他们必须生活在军方的严密管控之下 从事一些早已安排好的清洁工之类的工作 社会上的很多正常人,因为无法接受他们吃人的过去 纷纷抵制他们回归正常社会 认为他们的身体里流着丧尸的血,不配成做人类 康纳的父亲就是如此 他亲眼目睹了康纳咬死妻子 无法原谅和接受如今的康纳 不愿意让她回到家庭 康纳只能和众多无家可贵的治愈者住在一起 而斯安很荣幸的有一个好嫂子 愿意接纳她回到家庭 从此她就和嫂子侄子一起生活 但是,康纳是个柠檬人 她不满意自己有家不能回 还被逼着扫打机的现状 联合起了很多想要反抗的志愿者 一起暗地里进行恐怖袭击 还拉着斯安一起 骗她说这个行动只是为了引起军方的注意 对他们多一些人道关怀 并不会伤人 于是斯安参加了 当晚的冲空房子仍然烧瓶行动 没想到第二天新闻里说 这次的恐怖袭击死伤数人 斯安当下就决定要退出行动 可是康纳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放过她 追到了她和嫂子家里 差点说斯安咬死自己哥哥的真相 以此来威胁她 原来嫂子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被斯安咬死的 所以才能够这么若无其事地接受她回家 斯安一下子又慌了 但还是不愿意参与抗大的反抗行动 军方给斯安安排的是协助科学家治愈丧尸的工作 科学家告诉斯安 由于她体内有丧尸血液 所以丧尸不会攻击她 这就是为什么安排她来当助手的原因 科学家的好姐妹因为有抗体无法被治愈 她必须尽快研制出新型解药 然而军方却不想再等了 下令将剩下的这25%有抗体的丧尸 在周末全不安乐死 科学家一着急上火 就找到了治愈者们 决定加入康纳的反抗阵营 康纳收复斯安无果后 直接将她咬死哥哥的真相告诉了她嫂子 嫂子悲痛欲绝地将斯安赶出了家门 而康纳还美滋滋地说自己是斯安的家人 看称牛蒙人的典范 幸好斯安三官极正 不愿意看到康纳伤害无辜的平民 找来了军官 要逮捕康纳 没想到军官是个没脑子的 不但不拿枪对着康纳 还拿出手铐要她自己戴上 你咋不上天呢 结局当然是被康纳瞬间反杀 警车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康纳放了斯安一马 自己跑了 第二天她就利用科学家 放出了所有还未被治愈的葬尸 丧尸出笼 整个城市再次变成了人间炼狱 军方触动武力镇压 也还是损伤惨重 只能将正常人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而科学家的丧尸姐妹 却在监狱里一动不动 原来她研制的星星解药成功了 剩下的那些有抗体的丧尸 也能被治愈了 两姐妹相见 话还没开口说呢 科学家就被一个冲进来的丧尸咬死了 嫂子作为正常人 也被军方转移到了安全区 但是儿子还被困在学校 她只能请求斯安去救孩子 体内有丧尸血液免疫他们攻击的斯安 很快就在学校找到了侄子 将她带回了曾经的家 嫂子也从安全区跑了出来 回家和儿子会合 没想到一只丧尸冲出来咬伤了儿子 眼看儿子就要变异 嫂子决定打死他 斯安却说他可以被治愈 让丧子相信自己 将儿子交给他 带他去找解药 电影的结尾 丧尸和人类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斯安仍然抱着纸子 走在寻找解药的路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绝对上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丧尸片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